重要的事情真的要讲一下 很多人在拜佛都不会拜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学 就是当磕头下去的时候 把眼睛要闭起来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等于完全收起来了 拜下去的时候眼睛要闭起来 心完全收住 然后头抬起来的时候 眼睛只看出上的光 看光是在印象马上收进来 收进来再下去的时候 又眼睛闭起来 这样你就把磕头收到心中 就要藏着在心 谢谢 很多人不懂 现在的话 磕头要慢 要用心 所以如果磕头太快的话 没有的 很多人上头乡的时候 没有用 所以你们一定要慢 慢是什么就是用心 明白吗 双手合十 就是我们说两心相应 就是佛心和人的心 等心相应 十指连心嘛 你的手指合了之后 你的血脉之后就 小周天大周天都打通了 所以你的心就 所以你们拜佛的时候 要很慢 然后关心 因为菩萨接受你的气场 接受你的信息 他有一点时间 所以有时候请菩萨来的时候 有时候请菩萨来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懂 就是菩萨来的时候 我请关心 他不是马上说 一求 菩萨就来了 他从上面很高的下来 也有一段时空的 虽然他们是光速 非常的快 但是有一段时间的 所以这些信息 不告诉你们 你们怎么懂 很多人科都科一辈子 都不知道 所以求了不灵 你想想看 菩萨在上面 站在那里 看着你们 你名字又不报 自己不知道你是谁 你说菩萨是能够知道 就像台湾 我能够看住的 但是我在马路上 开车的时候 我不可能看见谁 我都看住他们 听得懂吗 你至少教我 今天要求关心菩萨 关心菩萨 再有求必应 所以这些你们都要学的 明白了吗 收自己的心 把眼睛闭起来 关心菩萨 用心关心菩萨 你救我呀 身体呀 这种 然后弹起来的时候 很庄严地 看着关心菩萨 像佛光 全部进入你的身体 然后到了想念 眼睛闭起来 就把好的光进来之后 要收起来 要管起来 把门关起来 不要让他们好的光走 然后再进入你的心 弹起来 再守菩萨的 我看到 关心菩萨 导致你心中 只有关心菩萨一个人 因为你拜佛的时候 是这样 这是菩萨教我 告诉你们 你们老实一点 听得懂吧 没有 你能讲一遍 就来一遍 还有擦箱的时候 烧头箱 马上要烧头箱了 过新年了 不要拿着箱这样 就拿在手上 你越稳的话 定得下来 越来越能感受到你的气场 我今天拿着头箱 我心中 关心土箱 用不到很多人 就这样 一抖就抖掉了 所以过去人家说 你脚抖的话 会漏彩的了 对不对 你手抖的话 那是癫痫 所以每个人 都要好好地学 因为学无至尽 因为很多东西 就是传下来 很多东西都失传了 并不是我们的 比方说六祖会能 我们很多的 过去的法师 他们传下很多东西 到后来失传了 所以菩萨再告诉我们 这些东西 就是让你们继续 要传承下去 所以什么叫传承呢 就是让你们懂得 这些道理 所以磕头的时候 跪下来要很稳的 你想想心不尽 你求人家 怎么会 有灵感呢 对不对啊 你呼呼呼呼地 跟人家讲话 人家不会把你拿回事 你很认真的 妈妈 我今天跟你谈一下 爸爸妈妈 就会很慎重 听你孩子讲话 爸爸妈妈 你帮我今天带过去 好好 再天再天 妈妈跑掉了 你想想看 爸爸妈妈 他帮你这个话 不会当回事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要有感应 所以告诉你们 心佛合一 做菩萨也好 做人也好 心和佛 一定要合一 你们求的灵 因为你们跪在这个的时候 你们心已经是菩萨了 所以你们才求的灵 如果你跪在下面 你没有把自己当菩萨 你想想 菩萨怎么会受到你的感应 我举个简单 一个小狗跪在那里 你人也不会把他当回事 对不对啊 但是一个人在那里 那你看见他 你为什么会在那里 我来关心一下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的心要定 心要定 不能心原意 我们做人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求灵 不是菩萨看不见我们 是我们看不见菩萨 所以你们看不见你们的思维啊 所以当你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你们脑子乱想 你们看不到你们的思维吗 看不见啊 就像这么多的人 每个人想什么 你们能看见吗 看不见 所以要控制好自己的思维 要心 要跟菩萨一样 师父刚刚跪的时候 很慢 他就一去关心菩萨过来 给这么多人打开光 给关心菩萨 想能够发泄出来 让每个人家中 都供上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 到每个人在家里去 加持他们 观世音菩萨就来了 很开心 如果我骗你们的一样 菩萨你到我家里来 帮他们全部开光好 观世音菩萨 现在他在破坏形象 所以庄严佛净土 一个佛的净土 你只要进入佛门 你就很庄严 你看看你们这些义工 站在那边上庄严 你看上次在香港的时候 有多少副法生在义工身上 看见他们就是很庄严 对不对 师父的法生也很严 你看看 就是第一天我们开会 上海的同修 耳朵已经是冲了 两个耳朵都停电 带着阻听器 只能听一点点声音 结果他在那里 听啊听啊听啊 他觉得怎么想啊 他把那个布丁器拿掉 耳朵全部听清楚 还有什么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这么小 他在说话 结果昨天晚上 师父的法生状态 他看见 那小孩子一直有点看得见 他说看见师父 我妈他就不许退牛 他刚刚看见我下的那边 还有个小朋友也看得见 看了个菩萨 所以我跟你们讲 菩萨都在 是我们看不见他们 就像空气在 我们看不见他们 但是我们需要他们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心自己那么平静 不害人 你的心是多么的安静 多么的平静 你多么的发喜啊 你想想看 我们半夜敲门 心不尽啊 我们不害人 我们实实在在 没有事情会发生 很多人就是不停的在 动脑筋啊 在搞话 有事情啊 这个菩萨也就不留意 所以要求得灵 要用心 所以希望你们呢 我以后呢 反正呢 以后年纪大了 我就会慢慢的把 菩萨一些信息都告诉你们 还会跟你们说一些经 我要是给大家说 佛经的话 我是不是我在做 我会提到 跟菩萨都跟我讲 所以你看我在 每星期三 给弟子开持的时候 他们都开心 因为这些东西 他们都没听过 真的很精彩 我希望大家以后 能够生活在一起 师父没有什么愿望 我希望以后大家 几十年之后退休了 都被这老婆婆老妈妈 没事干的时候 天天念经啊 好好修心啊 不要生病啊 走的时候不要有疼痛啊 我争取把你们 多带一些上去 我想想看 亲民法门能够在 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 在全世界上 上千万的幸福 不是关心 他的法律 你以为不太长 一个台长在全世界 算了算 有上半个台长 广播电台 都是关心 他的慈悲的 所以才会 能够把这个法门 你两个这么大 所以这就是感慨 关心 不是他 所以你要好好地 是不是真的是 尽心尽闭 我希望你们 这辈子就明白 像昨天那个女士 眼睛 人还没走 已经像鬼一样 多大可怜了 他非常可怜 你们没有自我 当一个人宣布死刑的时候 你们知道他什么行 你们真的 告诉你们 都是大小变得的事情 所以要懂 这些道理 人生非常非常苦短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又苦又短 想想看你们几岁了 你们还能活几年了 想想看 对不对 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像做梦一样 就过去了 我们怎么办 所以希望给自己 留一份善心 给孩子留一份功德 以后孩子还会纪念我们 如果给孩子留钱 因为钱是赢的 为什么 挣遗产 只要一有遗产的话 这个阴气很重 马上就打官司 你们这个还听不懂啊 这个东西马上打官司 就孩子跟孩子就争取 所以要留德给孩子 而不是留钱 钱是用得完 什么德 所以我很喜欢 跟这些今次讲 我也是很感恩 那个法师们的祝福 我也是很感恩大家 其实师父真的心 希望天天给你们这么讲 因为我有太多东西要讲了 我随随便便站这里 就一个多小时 问题我现在 还有谈不了拜师 再告诉你们 刚刚那几条龙啊 已经到 那个 到那个酒店里去 护法 就是拜师 已经去了 刚刚我到这里来啊 我到这里来 刚刚 来 开光了 那几条龙 旺就飞过来 这关心福的 现在对我们好的不得了 只要人间有一点点事情 你们知道吗 菩萨就来 只要人间有一点点事情 你们大家回答我 有时候你们很小的事情 要是找不到了 或者家里一点点什么事情 你们会突然之间 关心福的念及变清 马上就祷告 有没有啊 那么小的事情 菩萨都对你 有什么 想一想 有大事情 不常会不管你们 没有 这是心嘛 你没感动天地啊 你修心修到后来 你感动天地啊 有个老妈妈生癌症 她是怎么度人 癌症好的 她哭得度人 这样 她感受到这个法门太好了 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她就不停地哭着跟人家讲 好了 癌症就好了 所以 所以到今天 谁都知道 心灵马来 八个字 非常非常地好 那就是爱国爱民 分析说法 不早 还有八个字 绒养 过法 继承 这个文化 希望大家 好好跟着 关心 不早 好好地修心 念经 念大悲咒和心经 昨天我见了一个校长 我特别发喜 是在英语的 他们现在学 行李法门了 他的学校里有 四千个学生 他叫四千个学生 包括老师 全部每天 念大悲咒 我要带你们 照片 要去看 我说把什么样 我以后可以带你们一起 我告诉你 四千个学生 他们还要大悲咒的心经比赛 就是很得奸 我这个发心 充满的 要书 全部念大悲咒和心经 这么多的小孩子 从八岁到十八岁 这个学校里 全部的 每年级的小朋友 全部念大悲咒和心经 他们就是这个文化科 就是传统 他就教他两学国 这么好的学校 我以后有这个校长 我以后有这个校长 他过去也是姓婆 但是也是没有固定法门 所以他这一次呢 他非常感动 他昨天看见台湾 就不掉眼泪 他说我昨天晚上的会场上 我心里非常激动 我一直眼泪一直不掉地掉 他说这么多的人 善良的人 我让我看见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善良的人 在这个世界 很多 要把大家聚在一起 形成一步 救度 这个众生 救度这个世界的力量 让这个世界和平和平 让我们生活在 这个 饥肋 人间的饥肋过程上 所以希望大家 平时的心 要能够守住 师父经常说 关门即是深山 闭门即是净土 哇 把自己的心好好收复 念经的时候 一定要重新 佛祂 佛祂 都盼了 每一次我们下来 搞这些活动 你知道天上那些佛祂 全下来 为了吗 他们现在知道 末法时期 人间和你 都会来救我们 所以人不要自以为是 我带几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 人很可恶 很渺小 我举个例子 佛祂看我们 就像我们看蚂蚁一样 这个蚂蚁 这块地方 工地 就在工地上 没有 没有人管的时候 这片蚂蚁在那里 住着巢啊 哎呀 一个队伍啊 一个头很大的蚂蚁啊 带着它们爬啊 哎呀 在那里啊 指挥啊 它是蚂蚁头啊 很厉害的 它牛得不得了 那些蚂蚁 扛一根破财柜 就像我们 扛一根大树一样 慢慢地移动 他们觉得 每一天时间很长 他觉得他们已经 生活了很长时间 等到这块工地 要开发了 扫垃圾的机器 扛一扫 或者一层台风过来 或者一层什么 它整个蚂蚁 全都难买 像像我们人生 像蚂蚁啊 天天为这个架 弄啊 看看台风啊 看看海啸来的 像搭机梦一样 像海啸玩具一样 就吹掉 像我们人生 就是这样 微弱 真的 好好地 只有到天上 只有跟观世音 扶杂在一起 我们才会接受到 这种 佛光的法力 我们才能 永远地在天上 跟扶杂在一起 所以你们就是 到了天上 你们可能 以后清洁高 还会跟观世音 扶杂 我以后要下来 我以后要来救助众生 但是以后 来救助众生的怀疑 可能还不容易 所以希望 莫马世纪 赶紧赶紧救助众生 这是一个基础 毕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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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要走 不是我要走 是他 是不是这两天 跟大家在一起 很开心 今天晚上还能跟大家 在一起 是在这里 现在晚上在这里 跟大家在一起 因为我看法师的气色都很好 每一个法师都菩萨加持 法师尼菩萨绝对加持 因为有些法师呢 替别人非对人很厉害 所以每个人 就是说要 自度度认 就是说要成果化 大成果化 所以小成果化 作为祈求 大成果化 作为救助众生 但是在末法时期 我们想成果的人 必须直接 一边在修大成 一边把小成果 进入好的功夫 也就是说 一边念自己的经文 一边要去救人 大家记住 只有救人的人 这辈子可能逃破 我告诉你 我要关心 人家 留在这里 给你们 我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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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保护你 我告诉你 他还有其他的身体过去 你们放心 好吗 你们每个人求他 他都会到你们这边 你们看 你们家里小小的佛台 做人要 心成 就是一个心 只要你心成 对人家真的好 我告诉你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 你先生 再怎么对你不好 你就是对他好 他也会感动 他是人的 他还是有良心的 对不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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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写下来 你叫他写下来 有什么东西写下来 你来帮他 你帮你看 好吗 好 听话 听话 不要紧 你这样 你怎么上天 对不对 好 年轻 你们劝劝他 劝劝他 哪个公秀 都劝劝他 谢谢法师 我们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 他头的手好 这个眼睛真的很大 你看 你看菩萨的眼睛都是这样的 看见吗 看见吗 哪有菩萨的眼睛这么大 好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照片 有很多眼睛不过